新北市今天新增的三期病例 都是居家隔離期間 由陰轉陽 這也是三級警戒以來 第二度零感染源的新增 而臺北市今天是增加了 四例的本土個案 不過臺鐵臺北車站 二十二號到二十四號 累計已經有四名的清潔人員確診 北車一樓的商店街 全面停業三天來消毒 不過車站的售票作業 不受到影響 臺鐵臺北車站一樓 五十一家商店 拉起鐵門張替公告 停業三天消毒 二十八號才會復業 北市府證實 臺鐵北車外包清潔公司 二十二號到二十四號 累計有四名清潔人員確診 由於確診清潔人員 平日工作範圍 包括北車大廳一樓 和一樓夾層廁所 包含東一東三 和西三門的三間廁所 關閉加強清潮 禁至三天 但車站售票作業照常運作 現在北車除了剛剛講的 四位以外 其實還有三位 都是他們的同住家人 已經發生了家庭式的感染 所以曾北車專案有關的案子 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市府這邊列的是七位 北市府公佈雙北清潔人員 群聚案疫調 二十三到二十五號 共七人確診 包含五名清潔員 一名計程車司機 和一名市貿易館保全 都是清潔員同住家人 台北市二十六號新增四例 本土病例 科務者坦言 只要每日感染在十例以下 不明感染源在兩例以下 就會逐步放寬管制 如果我們要控制這樣的話 我們就逐步的放寬 那當然說如果超過 那當然就要再回收嘛 二十七號三級警戒降級 北市也公佈補教業開放指引 如果有確診者足跡停課三天 確診一例停課十四天 復課需全員快篩陰性 至於中央針對莫德納疫苗 借期回收 全台有七萬多劑 臺北市就佔了一萬多 市府澄清是臺北市中央轉案多 即使現在在醫院這些疫苗 也不是說我們要給誰接種就給誰接種 他還是要按照中央的規定 新北市二十六號新增三例 都是居隔因轉陽 這也是三期警戒以來 第二度零感染源新增 市長惠友宜強調 未來將持續透過精準疫調 釐清感染源和是否有群聚的數據 來監測疫情 社區衰遣站也會持續運作 並觀測包含人流車流 跟景點的活動狀態 侯友宜強調只要拿掉口罩 病毒就到 拿掉口罩將是最後一道防線 下降到二級警戒 每一步都要穩穩的往下走 直到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零星彭耀祖台北報導